为什么很少经纪人做商业地产 对于建议行业方面的知识 还有市场能力都要求很高 所以不可能做到全赛 可能只能专注在某一个细想的领域 才能把它做好 因为它要求金融场 就比如说你对市场的未来的趋势 你要做出一个数据分析 因为这些商业地产的投资 可能都是大的资本公司 不是说单个的 当然这种单个的个人投资也会有 但很多都是大的资本公司 大资本公司它在这些投资的时候 都一定要看财报 看商业数据分析 那你要能够提供 所以这些商业数据分析 或者市场能够有基本的常识 给你主顾 比如说未来三年或者五年的 一个未来市场走向 未来的市场的这个饱和度 以及空置率 还有未来市场的这个需求量 都是要进行数据分析的 那如果你用一点金融知识背景的话 这个就很难做 同时呢 对当下市场也进行分析 当下的出租回报率 当下的空置 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利率 这是一个很大的要求 当然商业地产 对房屋的构造结果 或者空城 或者一些日常的所需的知识 也要具备顺便 比如说这个水电 还有这个房屋的 比如说工厂的 这个外墙结构 内墙结构是什么样的 你的电压电幅 是多大的 这个可能都需要 因为不同的工厂 对这个要求都不一样的 电压是否够 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这些基本上是 对于商业地产经理人 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 另一方面商业地产的合同 商业地产产的合同 商业地产产的合同 是不同于住宅地产的 商业地产的合同 一般有的时候会提到 隧道很多 比如说CAM CAM也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Giponet CAM就是你的管理 管理的所有 这些费用包括地税呀 物业税呀 这些可能都租快来支付 然后每一平方是多少 有正常的一个base price 有基本价格每月 每年 当然这个商地产 关系 每年的费用是10块钱 每sqft 每平方应时 但是它的CAM 可能是3块钱 每sqft 这些费用的话 都是要自己有自己的 知道在合同联合合 进行列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 在商业地产 一般会给他 组合一个一定时期的 进行评务的 进行装修改善 比如说我用的办公室 我做到的 我可能需要多一个办公室 同时一般 我们要求房主 可以多加一个办公室 因为多加一个办公室的墙 或者门 这些都可以 跟房主进行要求的 那这些人 都是要了解当地的市场 比如说现在市场比较热 你要想租到的话 那这种就是房主一般 不给到租客了 那你就不要去谈了 商业地产经营 同时要会多种的办公软件 或者说数据软件 那Excel当然是最基本 最简单的了 虽然Excel其他的功能很强大 那商业地产 还有一些 比如说Augus Colestar STTV 等这些的 商业地产的软件 其实它每一个都是蛮复杂的 要学会 因为这些软件的话 也需要很好使的 那因为这些软件 可以帮助你进行 更精细的数据分析 这也是很多 投资方式要看到 当然具备了 所有这些常识 技能也未必说 你会成为一个 比较成功的 商业地产经验人 你还要回进营销 然后建立你的人脉关系 只有把你的产品推出去 或者把你的产品 弄乱出去 那你才能成为一个 比较成功的 商业地产经验人 做了比较成功的 商业地产经验人 也就是 进次他的卡件 那一部分人 21世纪房产经济 扫描加关注 了解更多奥兰多房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